那今天这一课的题目呢 是婚姻语 知道我们今天流行的文化 充满了性的主题 但是有两个不幸 一个不幸 就是今天主流文化里头 充满性的主题 它都是 跟夫妻之间的性 没什么关系 我开始以为这个 是中文的谚语 后来发现原来英文谚语 就是结婚以后 就没有性生活了 那我大家会解释 为什么我不用性生活 我再讲到这个时候的 婚姻语性爱 你只要继续听 一定会听到 还有一个更不幸的就是 性爱和基督徒的生活 完全分开 因为人们觉得 讲这个问题实在 实在太不好意思了 就脸红了 我们这代人应该不会 但老一代人真的会 我好像有一次提到 我从小是没有 我的父母很爱我 真的很爱我 我也非常的感激他们 那他们吵架都是躲开 躲开我 所以我从小长到读大学 我都没看过他们吵架 但是他们也从来没有给我进行过性教育 我想对他们那一代人来说 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后来我知道 像我这么年 这个七零后的 然后我们这一代 即便是从小在基督教家庭长大 也不受性教育的 就是我所说的性教育 还要把圣经好多的好些处 从旧约到新约 无论是你看得顺眼的 看得不顺眼的 今天看起来是R rated R级别的 圣经里其实还挺多的 那集中就是雅各 我们待会会讲的 那我们先讲今天这个正面的 正面的这个论题 正面的一个 如果你不知道的 这一点可能大家多少也都听过 但如果你不知道一定记得 当上帝在创世纪二章二十四节 设立婚姻的时候 与妻子联合 二人成为一体 那个一体就是身体 你可以从身体延伸到身体和灵魂要结合 但是首先两个身体要联合 而那个联合 这个希伯来文是粘在一起 你就想象有两张纸 咱们就用手做笔 两张纸被浇水一粘 这就联合了 你要再把它 比如离婚 把它撕开 那是可以撕得开了 但是那中间负责代价是很大的 这个比喻用来讲 离婚很多人讲 但是你用来讲 当两人联合 这岂不就是上帝设计了性爱吗 什么叫两个人 一男一女两人成为一体呢 这就在讲到这个 夫妻可以在婚姻中享受性爱 因为这是上帝设计的 他看着好好好 看到人的时候 他说圣好 所以今天如果从来没有听过的 请记得上帝所设计的性爱 圣好 圣好 没有什么可以羞耻的 但怎么谈论 怎么明白 这就是今天这个时代 尤其难的 那今天这个时代 流行文化充满了性的主题 我们今天还是基于 一男一女 一生一世 一夫一妻 我们今天就不去探讨 同性婚姻 变性人 甚至群婚 polygamy 这些我们都不谈了 但是那些都是让我们知道 那都是在攻击 这都至少是在违反着 上帝本来设计的婚姻而来 我们今天是在基于一个 在一夫一妻里面 就一男一女一夫妻 一夫一妻里头 很可能我们妨碍了 上帝对性爱的设计 好 先讲几个比较 这个相对来说吧 这当然都是 都是整理出来了 有人呢 认为 我们先讲第二 中间这来 性是肮脏的 你觉得它是肮脏的 你就不好意思说了嘛 对不对 如果你觉得那是属于肉体的 那你要是又是基督徒 那属于肉体的快乐 那就是不可 那不好意思谈嘛 我们肯定要谈属灵的嘛 属灵的事情嘛 你要再往下来一点 你这个渐渐的 渐渐的累积起来 那个还有再加上 比如从小这个 要是问说 我从哪来的 那爸爸妈妈要是 说你是从垃圾桶捡来的 你是百货大楼捡来的 那这个其实也都在隐藏了 关于性的事情不要谈 可是孩子们长单 怎么可能不知道呢 我们今天没有这样的可能性了 今天大概没有这样的可能性 说接触不到关于性爱的事情 大概我知道就是Amish 那种在宾州 他们就自己住的一个团体 或者呢 或者我想一下 或者我过去两年 我太太在这个Orthodox Jews 做兼职教师 她说那种那个Orthodox Jews 那种非常那个不到10%的犹太人当中 是这样的 坚持就约的 那他们可能对他们的这个 那个青少年的女孩子呢 就让他们不要碰这个事情 那他们还做得到 我觉得今天大概 大概我们愿意诚实面对的话 就知道我们不可能不接触 可是当我们的孩子们 或者说我们从小长大的时候接触 父母们却完全不谈 不碰这个事也不就代表 不是肮脏的 也是比较卑劣的 比较差的 你顶多是为了繁衍后代 对不对 那婚外性行为就更不用说了 所以这个很可能是 我们这个性是肮脏的 很可能是一类 那另外两类的非常相似 非常相似 只不过呢 性只是自然欲望的这一栏呢 那他就真的就觉得 这个只不过是肉体爽一下而已 和别的欲望没什么区别 那你饿了你就吃饭 那你这个几天没有性生活了 你就有这个冲动了 就满足他 那这境遇不就像长期进食一样的 不健康吗 对吧 那对男的来说 前列腺还容易得癌症 那婚姻实践的话 如果你真的相信性只是自然欲望 那么你这个想怎么弄 这不就怎么弄吧 所以还有这个男女之间可以商量好 对吧 夫妻之间商量好 说这个出轨 没问题 那不叫出轨 就是商量好的嘛 多了去了 咱们就不展开了 所以这一栏呢 就列婚外信心为鼓励 那还有性爱是私事这个呢 就是说他稍微再延伸一点 觉得说性爱嘛 这不只是这不只是肉体 咱们还是有一定程度 这个灵魂的结合的 不只是基督徒谈灵魂呢 对吧 那所以他这也可以再延伸一点 但是呢 他要强调这是完全个人来绝对 来支配的 你也是可以尽量追求 但你追求的时候不只是身体爽 而是要自我满足 自我实现 那讲到婚外信心为 大概也就自我决定 好 这个很可能列的不全 而且尤其对于我们来说呢 可能受到是 第二个的影响比较大一点 那我的一贯的这个原则 就是如果假钞票 讲了再多都不太能够帮助 咱们讲什么是真的钞票 什么是圣经上的这个 所教导我们的 也就是我们相信 上帝所设计的 那在座如果有不是基督徒的话呢 那你是 但是你 我们就这样告诉你 因为人都是 我们相信都是 人都是上帝所造的 他造人 他有一个他的最美好的设计 关于性爱这部分 也有他的设计 那他也把它写在了圣经里头 好 我先讲一个 回到两千年前 保罗写这样的话 那可是有非常深的意义的 而这个在当时来说 绝对是石破天津的想法 什么话呢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六章十六节 他劝人不要跟妓女结合的时候 他说你们不知道 那跟娼妓苟合的 就是与他成为一体了吗 这大概没有人 很少有人 我觉得到了现代 可能好多人都不这样想 因为经常说二人要成为一体 你记得保罗在这里用的 二人要成为一体 就是跟娼妓有性生活 有性交的行为 可是他背后 他有一个正确的意思 我就开始要用这个词 性爱 这个是上帝设计 让夫妻之间的爱 有一种最深层的表达 性爱是使人深深联合的行为 我们这里都是成年人对吧 即便是青少年 我想你也多少知道 那性爱是男女要结合的 我那个是深深的结合 这样一个结合 对当时那个时代 石破天津 如果大家稍微去看一下 罗马的那个时代 罗马的这个历史 我那个时候 他们的性行为是很混乱的 但是使徒保罗 否认性爱 仅仅是性器官的简单接触 不仅仅是两个肉体的接触 他认为 性爱是一种极其复杂的行为 是全人的参与和全人的表达 构成了一种自我呈现 和自我奉献的独特模式 怎么自我呈现 怎么自我奉献呢 我们继续来 继续来 我再继续 讲正面之前 我再讲一个 我可能以后再安排 再适当一点 在当时的罗马社会 有一个谚语 叫 Every creature is said Following sexual intercourse 性行为后 每个人都会难过 哎呀 因为你这个性行为 无论你打没打到那个高潮 我们也不用去分析男性高潮 女性高潮 你就算女性高潮 持持续的时间稍微久一点 那终究不过是 那么几分钟而已 对男人来说 很可能有几十秒 如果那是性行为的目标 快感 那之后会带来难过 你可能你的心很宽 不难过 但是呢 终究也觉得 也就没什么意思 也就是空虚 你可以每天换一个 换一个人 跟人吹牛 但是实际 那个整个的 这个男女的结合 并没有带来一个满足 而上帝所设计的 上帝所设计的 是一个持续性的 性亲密的关系 是可以带来满足的 带来一个身体和心灵的满足的 而这个在上帝设计呢 是只适用于有婚约的 有婚约的丈夫和妻子 我待会给大家看一个 婚约是什么 而同时呢 你真实的性亲密关系 就具有了治愈 更新 恢复和维持婚姻关系的 强大力量 我在这个地方 让我纠正一个 我以前听过的一个概念 说床头吵架 床尾和 所以我这不好意思 这个父师母也在这 所以我结婚头起 也想着 哎呀 吵架吵架 咱们就让你发完脾气 咱们这个 那个性爱一次不就解决了 没有一次太太是干的 她说我心里都没有治愈 怎么可能呢 我后来就学到了 这不是用你 让你断章取义来 来来来 来用这个的 那个 我们待会还是会讲到 就什么个意思是 持续性的 性的亲密关系 能够治愈 能够更新 能够恢复 并且维持 因为有很多生活中的问题 其实就体现在 卧室里头 体现在 床上 对于基督徒夫妇来说 性爱真的有 属灵层面的意义 真的有属灵层面的意义 好 我们 再讲一个词 在 创世纪四章一节 中文是翻译 亚当和他的妻子 夏娃同房 英文 很多英文的翻译就是这样 越古老的英文翻译越是这样 Adam knew 就知道 亚当知道 夏娃 他的妻子 而这个知道 同样应用在 人知道上帝 上帝知道人 我们如果真实的相信 我们最终的一切都是来认识上帝 才能得到 那是同样的一个词 所以我们可以通过身体的结合 用最亲密的方式来知道 来认识我们的丈夫和妻子 在这样的过程当中 那我们就要想到了 怎么叫知道呢 那我要回到 我基督教信仰的一个 最根本的一个观念 圣父圣子圣灵三一真神 圣父知道圣子 圣子知道圣灵 圣灵知道圣父 他们是永恒到永恒 而且他们都是有意识的 把自己给另外 就是这个person 给另外一个person 三位一体 one being three persons 好 再下到人间 下到人间 可是我们这种 从天上到人间 并不是一个突然断产的 而是三一神 不断地要把他的爱 赐给地上的人 那对于夫妻来说 本质上爱就是有意识的 把自己给予另一个人 好让他不断地获得乐趣 这个乐趣 这个中文词不足以表达 这个喜乐 对不对 可是你就当乐趣好了 你真的爱一个人 就是你要让他 不断得到乐趣 而婚姻中的心爱 也是这样的 我这个是很记忆有挑战 也是非常有回报的 非常奇妙的 好 那我现在下面来讲一个婚约的事情 这个前面 我已经好几年 就是当然这也是偶尔给人主持婚礼 我想主持婚礼 你看过戴戒指对不对 我这个戒指当时穷学生 五十几块钱买的 丢过两次后来都找回来 那这个代表一个圆 然后呢 我每次主持婚礼 他们都要戴戒指 我就要让新郎和新娘 都说同样的话 我这里就只写了新郎的词 那我读的时候 把它换成新娘 也都是一样的 我用这戒指代表我的誓言 这是让新郎对着新娘讲 在神以及众位见证人面前 我带着最深的喜乐 我先把这个放大的 放在这里 先读后面的话 你很熟悉 对不对 正如基督爱教会 为教会设计 我也愿一生爱你 为你设计 我将毫无保留地爱你 以你为荣尊重 你在忧伤中安慰你 在危难中保护你 从今时直到永远 然后再接下来 你可能在电影里都看到过 无论你健康或疾病 富有或贫穷 顺境或逆境 我都遵守上帝的命令 对你一生忠诚 直到建筑面 但我放大的这个 我其实按照我参加的婚礼 不常看见 不常看见 但这个并不是我的发明 这是圣公会 古老的婚约誓言之一 也从其中的一个部分 他特别强调 当我接受你做我的妻子的时候 当我接受你做我的丈夫的时候 我是把我自己的身体交给你 这是一个不得了的一个承诺呀 这是不得了的承诺 其实在这个婚姻关系当中 性爱出问题 就是我自己交不出去啊 自己是对方也交不出去啊 好 但你如果想到 这个可能发生 你是有约在身的话 那sex 那性爱就会不一样 你就会 我们就可以开始知道 温柔的抚摸 爱的手势 经常性的亲密身体接触 分享想法 交换感觉 一起笑 一起哭 相互支持和信任 这些都是在 渐渐的累积 渐渐的 这一天下来 或者你并不会每天都有的话 你一周 当中 怎么样 你都是在 在积累呀 而且你 等到真的 夫妻双方 进入到这样的一个 心爱的时间的时候 看中对方的身体 几乎就像对方是自己一样 这些都是 专门为着夫妻二人 要同房来做准备 那将是令人 十分满意的信心 没有人可以干涉的亲密关系 这是神所涉及的心爱 我待会会 这个引用 提摩太凯勒夫妇讲的话 他们结婚前好几年 可能好长一段时间 我不知道具体几年 都没有 双方都没有高潮 然后呢 他们认为可能 那个是最重要的 容我在这里先讲一下 待会再看 再看那个引用的文 可能 夫妻 在有些时候的同房 没有高潮 没有所谓的 orgasm 但是两个人 如果是按照这样来的话 那是可以彼此 享受到对方的 这是神所涉及的心爱 这个就已经和好莱坞 和这个 还有强大的 这种什么 色情工业 不一样 因为他那里所涉及的 这个我就不需要再展开讲他们 但是我想起来 20年前我们要准备结婚 然后去医院体检 然后那医生就看见我们 可能觉得我们还算年轻吧 那时候二三二三岁 然后就特别说 他如果你们要记得 好莱坞的电影 不是作为你们夫妻同房的这个标准 哎呀我当时听不 我还听不太懂了 结婚之后就懂了 结婚之后就懂了 好了 我今天这个我就 我就不花时间 其实我本来也没计划 把这些 这个 展开讲 这些都可以展开讲 但是我想要强调的是 婚姻中的性爱 是需要学习的 好 那这个的话 我在这个时候呢 请 请大家 不不是请大家 对不起 请那个 host 把我下一个po拿出来 好吗 把下一个po拿出来 好吗 第二个po OK 不是 这是上一个 对不起 我 已经是这个性爱频率 OK 好 好 抱歉 我就直接问这个 我这可能 我可能我摆的时候 有点 有点乱 我就第二第三个 都请大家做一下 大家 可不可以帮个忙 反正也没人看得见 也搞不清你们 你们是谁 你就让我大概知道一下 这个 我的听众是大概是什么样 好吗 诚实的甜 诚实的甜 在这个过程当中 然后我待会还有另外一个po 好吧 那我们在刚才讲到 这些 这是只是列了十个方法 还可以列别样的 那这些技巧 我可能就今天就没有时间讲 但是我会提到基本书 然后大家如果 其实大家真的还有机会 愿意学习 总是有机会 好吗 OK 好 好 谢谢 谢谢 我应该这个 好 这已经 已经 一周一到两次 这挺健康的 挺好 挺健康 那然后host帮我存一下好吗 下一个 不好意思 我再请大家给下一个 下一个po 下一个po 下一个这个 可以吗 方便给吗 好的 我这个其实就想要让大家呢 我就想要知道一下 你如果碰到这个问题 你会是怎么办 目前为止 都是自己去学习的 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教会不提供 没有这种 什么都不做的 也有找好朋友 找牧师或 属灵长辈的居少 你就诚实的填就好 好吗 好 谢谢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给大家 你填过po的 你就填 这个呢 我这是为了 为了给这个 有孩子的 那大概孩子五六岁六七岁就可以了 这总共有四本吧 它是比如第一本 before I was born 那就是真的是给小朋友小朋友 看的那个绘画本 绘画本 所以你们 我高度 这个我真的高度建议 如果家中有孩子的 可以 那么 那先 如果你没孩子 先自己买这套书来看看 也挺好 也挺好 那这个是非常简单的 直到最后一本 跟青少年 沟通的时候 反倒那个就 就有点 有点深度了 那你我这里也只 列了两本 有一本还挺老的 那我也就给大家一个概念吧 就是像这个 intended for pleasure 这个确实是 我们在结婚前呢 有一对属灵的长辈 可以送给我们一本书 叫做好像是 《夫妻之爱归房之乐》 那么这个呢 这个可能有点像那样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因为其实教会 这个在历史当中啊 在历史当中 因为这卷书 明显的带出了男女关系 微妙的发展 浪漫缠绵的细节 以及对性爱坦率 热情的态度 你要发现很多像 清嘴啊 良辱啊 纯啊 等字眼 但没有一次提到上帝 所以 你说这能称之为圣经吗 他放在圣经最中间 当然这是我们今天 现代的这个编排 可是 对于犹太人来说 雅各可是本重要的书了 可重要了 那关于雅各的解释呢 就是一直在发展 一直在发展 因为你要把这个故事 真的按时间顺序 来讲一个剧本 非常困难 至少我没有看到过 能够把它说圆的 我比较能接受的呢 也是当代的解经家多半认为的 这是一本爱情的诗集 爱情的诗集 所以里头有很多的 相当于什么 身体送歌呀 等候送歌呀 就是这个 这个非常有意思 但是是一本相当于 collection 它不见得是按照时间顺序 那里的人物 当然很明显的有良人 这个 这是这些 这个我的家 但是你要把它 整个串一条线 是非常困难的 好 在 在过去 以前 这在 一百多年前吧 雅各的解经书 几乎都是在讲到寓意 都是在讲到 对比较这个良人是基督 家偶是教会 哎呀 那里头就说 这就 怎么说呢 我们现在在对 对中国教会有影响的几个人 戴德森写了一本香草山上 我对戴德森真的敬佩得不行了 和他的香草山上 还有尼托森 他写了一本雅各的注释 那都是按照这个套路来 直接跳进这个寓意 不解释这跟男女相关 但你要是不带偏见的打开雅各 你基本上没有可能 我觉得 对我来说是 没有可能 你直接把它跳篇 跳到这个基督和教会 那么我在 我就不讲这个雅各的注释了 我要补充的平衡的讲一下 今天我们这个课是性爱 关于婚姻与性爱 但两性的吸引 远不止身体方面的吸引 性爱是一定要两个身体结合 没有所谓的精神的性爱 对吧 那可是呢 你这样的一个吸引呢 是被对方整个人 他的气质啊 品格啊 见识啊 共同的信仰啊 信仰带来的见识啊 理解啊 这些东西 所以在即便在雅各里头呢 那你会 我们会看见那里头 有很强烈的对身体的赞美 有 有些可能是在暗示 两性的结合 但不只是这些 那那里头还有 爱慕之歌 期待之歌 赞赏之歌 亲心之歌 婚礼之歌 盼望之歌 我一直跟我太太说 我说我有一个小小的梦想 就是能够在教会讲雅各 然后她就说 你别急 你这华人教会 还没到那样 还没到那个阶段 我也不知道 我也就这么一说 然后 但是雅各真的好有意思 真的很有意思 好 我现在开始节选的 给大家读一下 你没读过雅各的 你就听我读一读 我顺便稍微注解一下 愿她用口与我亲嘴 这是在雅各开头 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 然后二章六节 多么有画面感 你想象一下这个画面感 你这时候 如果是夫妻一起听的话 你示范一下 你们就尽管去示范 没关系的 有一次一个英文牧师 他做例子讲 他说有个主日 我讲完 主日崇拜的时候 我就用雅各讲 然后鼓励 基督徒在婚姻里 要把上帝所设计的信爱 活出来 然后讲完主日崇拜以后 然后就一对夫妻就来找了 说这个牧师 您讲的太好了 我们实在是想要赶紧回家 去实践一下了 主日学我就不参加了 那个牧师说 好吧 上帝祝福你们 所以现在如果你们是夫妻 就你们俩人在 其实有孩子在挺好的 反正我们家孩子 时不时就看见 看见我们俩就是 又聋又豹的 这个有点 反正就是很好 就是了 我们的孩子都看习惯了 他们都懒得看我们 那你现在呢 管他有没有孩子 如果你有父母在 可能就有点尴尬 这有点尴尬 那你现在做丈夫的 左手在妻子的头下 右手将我抱住等等 你就试吧 多没有画面感 我的家偶你甚美丽 你甚美丽 那底下这个我都没舔 那讲到你的良辱 好像百合花中吃草的一对小鹿 就是母鹿双生的 多么美啊 你想这些 如果按照上帝设计 真的是又实际 又直接又美 在这一百年前呢 当人们无论是 用什么语言 在解释这个雅各的时候 我就看到过一种 他说你的良辱 他直接解释成 你的良辱这么好 那就代表一个是新约 一个是旧约 哎呀 我看到那个时候就想 这个得有多大的想象力呢 能够看得出来良辱 就一个代表旧约 一个代表新约呢 所以呢 我呢 还是劝弟兄姊妹呢 你读雅各的时候 你先按照这个本来的意思 你就明白 实在你能够引得到基督和教会 你再不要牵强 因为这本身 或许这是上帝 格外的要把他 在创世纪二章二十四节 所创造的婚姻 所设立的婚姻 其中一个重要重要的部分 身体的结合 在这里阐述出来 而且有步骤的 有过程的 你要对你的家偶 对你的良人 感到就是欣赏他 哎呀 我其实忘了写一句话 那里头说 那里头那个家偶说 我虽然黑 但是俊美 这个你两边都可以用的呀 你想我们已经是中年夫妇了 那毕竟是开始要有几十白发了 那等到六十岁肯定有好些白发了 是吧 然后你比如皮肤 我倒本来就也黑了 然后在德州晒一晒 那不更黑了吗 我家太太那时候 皮肤白皙白皙的 那晒二十年也晒黑了 但我可以对她说 她也可以对我说呀 我可以对她说 你虽然黑 其实不黑啊 比如这样说 你虽然黑 但是俊美呀 还有还有 这个时间 时间不多了 我也不能说 真的把后面 就全都占用了 赶紧 你看这里 我心腹 你的嘴唇低密 好像风房低密 吃过honey吧 你的舌下有蜜有奶 你要是早读这个雅歌 何必在读这些 这个色情文学呢 对吧 这多形象啊 多美啊 你这时候你觉得 哎呀不要 牧师你可以不要再讲了吗 可以了 这个又不是我讲的 这是圣经讲的 然后再接下 我妹子我心腹乃是 观所的缘 紧闭的紧 封闭的全缘 那个我读过的最 最这个前沿式的 就把这个形容在 形容成女性的这个身体 这个我就不展开讲 但最少最少 这一段绝对是在讲到 跟女人的性 性爱相关的 因为当真言书五章十五到十八节 描述一个女人的全缘的时候 显然那里在指向 女人有关性爱方面 那就在劝 丈夫你要喝自己池中的水 饮自己井里的活水 那意思是在讲 做丈夫的 你在性生活当中 在性爱当中 要从自己的妻子身上 得到满足 那讲到妻子呢 也是这样 你的全缘 岂可长意在外 你的河水岂可留在街上 所以你对照一下 这里的全缘 显然是和她的性生活相关 至于那是不是在 指着女人身体 你可以见 人者见人 智者见智 但这个已经相当有画面感 对吗 还有这个 我听过这样的诗歌 悲风啊 新奇 我一下都忘记了 好久没唱 我就听过这首诗歌 也是在讲到 这个教会如何等待基督再来 这也很好了 那个诗歌 其实我再唱 我要唱准了 我也唱得挺 挺感动 但是这个地方 要是这个地方 你不直接跳片 你来看 这是多美的一个画面 吹在我的园中 使其中的香气发出来 因为我的良人进入自己园里 是她加美的果子 我妹子 我心腹 我进入我的园中 采了我的墨药和香料 吃了我的蜜蜂和蜂蜜 喝了我的酒和奶 我这里头 真的也很有可能 是在描写他们两人 一个非常亲密的一个画面 好 然后再留 他们怎么样形容彼此 我倒是 反正这不再形容我 我的良人 他的身体如同雕刻的象牙 作为镶嵌蓝宝石 他的腿好像白玉石柱 安在津津坐上 他的形状如离 黎巴嫩 且加美如香百树 我的太太有的时候这样 用这个来夸我的时候 我说你这个傻谎 也不怕上帝揍住你 我当然不会这样 你想我的太太夸我 我还不得 我还不挺高兴的 对不对 我也可以照样的按照 按照下面的 不是照着原样读 它是照着这个意思 可以夸自己的妻子 所以要常读雅歌 我这个就不再念了 再来一个 这第七章的 这基本上应该是他们同房了 第七章应该是同房了 那比如我所爱的你何其美好 我所爱你何其美好 何其可悦 使人欢畅喜乐 你的身量好像棕树 你的凉乳如同其上的果子 累累下垂 我说我要上这棕树 抓住枝子 愿你的凉乳好像葡萄 累累下垂 你鼻子的气味香如苹果 你的口如上好的酒 那我说我的凉人 他也恋慕我 我的凉人来吧 你我可以往田间去 你我可以在村庄住宿 我们早晨起来往葡萄园去看看 葡萄发芽开花美 石榴放蕊没有 我在那里要将我的爱情给你 如果你说前面 那还不足够说明的话 你还觉得说 那可能就是在讲葡萄 美不美呀 石榴美不美呀 我挺喜欢吃葡萄的呀 我挺喜欢吃石榴 但这底下风茄放香 这个风茄在圣经里头 绝对是指着跟性爱相关的 绝对是指着跟这个有相关 你要有心去谷歌 谷歌 然后或者你就在圣经创世纪 找这两个词 这个画面有很多想象的空间 但是雅各的奇妙之处就在于 他并没有讲太多的细节 因为这个细节是让夫妻二人 根据上帝所造他们的身体 去摸索 去学习 去不断的可以结合 可以不断结合 所以你说你现在 哎呀五十岁了六十岁都老了 不不不不 在上帝眼中 你什么锅配什么感 那你这个 如果我们当然听众当中有这种担心的 有这种 不是担心的 有这种要聘临离婚的 或者是这个 甚至经历家暴的 你当然 我们也非常的感到 就是知道这段话 对你越听可能越难过 但是那些并不是跟性爱本身有问题 那些是别的带来 那我们如果在别的方面能够能够起到一点帮助 那就那就另说了 这里都在讲到 你对夫妻愿意的话 我的良人这都是我为你存留的 八章三节他又来了 这个画面又出现了 然后八章七节他说 爱情种水不能洗面 大水也不能淹没 到了雅各的最后一句话 雅各最后一句话 就是家偶发出这样的一个呼唤 我的良人求你快来 如羚羊或小鹿在香草山上 多么意犹未尽 余音料 真言二章十七节 他离弃幼年的配偶 忘了神的盟约 马拉基书二章十四节 他虽是你的配偶 又是你盟约的妻 你却以鬼诈待他 我刚才看到 这个很大概有一半的 就是一大半吧 就是看起来大家的性爱频率 还是说得过去的 如果不行的话 你要记得 你们婚姻盟约 是不是包括这部分 如果没有的话 现在在神面前再立约 这里头当然是用负面的例子 用负面例子表明 就是婚姻 离开婚姻 你是离开了盟约 你要是在婚外情 你明明有婚约 那你是背弃了神的盟约等等 可是在这个地方让我们看见 性爱其实是能够 这个是 这个是一个 有可能对大家来说是一个新鲜的概念 但是大概来说就是性爱既是一个记号 你知道在英文里头会说两个人的同房 就是consummation of your marriage 就是你们两个新婚 如果特别是有还没有进入婚姻的 你要等到那一个能够婚礼之后 两人同房 那是consummation 那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画面 那这性爱既是一个记号 又是一个途径 因为性爱刚才讲了很多 它是夭制着又成就了这种联合 那么这种联合最强烈 一定要基于神圣的婚约 基于神圣的婚约 你就认定了 然后这样就不断的连接 不断连接 不断连接 好 我再讲一个 再讲一个 这是刚才我提到了一下 这个提摩泰凯勒夫妇 那个标题 他们所说的 我们用的标题 就是幸福的婚姻 还没有进入婚姻的 这个恋爱男女 请让我告诉你 这是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这是必不可少的事情 已经在婚姻里头还没有的 你总是 像我们信主 有可能信得很晚 真的被神的恩典临障 是很晚 那你至少现在就开始 你说有这样的难处 那样的难处 就看你怎么看重了 你把这看得很重 那你就可以祷告 求神为你开路 不然我就不知道 你祷告的内容是什么 如果你自己的婚姻存在一定的缺陷 难道不应该求吗 如果你说我求了 可是另一半不答应 那个再说 那个待会儿我们再说 好吧 那这个凯勒呢 就是提摩泰凯勒牧师的太太 她说后来我们终于体会到性高潮的美好 但即便没有高潮 两人融合为一体的那种安全感和喜悦感 真是绝妙无比 一旦我们在性爱中 不再努力的刻意表现自己 只是努力去爱对方 的确就得到改善 我们不再担心自己的表现不够好 并且我们不再关心自己得到了什么 而是学会说 我怎么才能让对方更满意呢 那这个时候 男人不需要被这个好莱坞的电影所影响 觉得自己不够强壮 女人也不需要被他影响 觉得自己身材不够好 因为上帝把我们把一对一对夫妻摆在一块 总是有可能 你可以结合在一起 有没有遗憾 有没有缺陷 当然有了 我们现在就完全完美了 那就活到天上去了 我们仍然在螺旋性的上升 而这个是可以融为一体的 所以有这个orgasum 这个叫性高潮的话 还可以有一个叫apex 就你可能真的没有高潮 那天可能两人都没有不在状态 或者一个人在状态 一个人不在状态 这都是有可能的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 现在我们所生活可能 这个所面临的各样的压力也多 然后生活的防满 防满程度也不 各样的可能 有可能身体状况不好等等 你不需要强求高潮 但是你要知道 有幸福的婚姻 是上帝所喜悦 上帝所喜悦 提摩大凯勒说 如果性爱主要的目的 是给予对方快乐 而不是自己得到愉悦 那么性要求较少的一方 就可以把性爱当作礼物送给对方 哎呀这个我就留下来 如果我怎么样的影响我的青少年 我首先让他们知道 这个 我跟大家讲个好玩的是 这个我们的孩子们呢 反正我们的孩子们 对父母 对爸妈这个 有性爱生活 那都不是个事 但就是反正我们关上门 把门一锁 他们就不进来了 对 然后 但是我在这样的条件下 我跟他们讲 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 为了你将来的婚姻 这样就比较有说服力 其实真的比较有说服力 哎呀我这个可能真的 就不展开讲了 我再提一点 就是关于 好还是讲完 好我太太建议我讲完 那么我 我为什么提到这个 因为我有过别人跟我问 关于婚前性行为 我honest的讲呢 我诚实的讲呢 婚前性行为 与婚姻里面的出轨 这个性行为呢 犯罪的层次还是不一样 因为你在婚姻里头 你明明有约在身 还要跟另外一个男女 发生性关系 那 那是直接毁坏神所立的约 婚前性行为 因为本身还没有立约嘛 但是那个我怎么样劝人家呢 我怎么样劝呢 我第一 让身体享受是自由 这个本来就是一个谎言 因为这个性爱 如果你认定圣经所教导 性爱是上帝设计给夫妻 所享受的 但同时呢我也理解 咱们都是过来的 特别十几岁 二十几岁 那信誉最旺盛的时候 那这个干财烈火 那非常不容易控制 对不对 所以呢我们 我们在这里 我也知道有至少有 应该我先 至少有两对是 要想要进入婚姻的 年轻夫妇 那就对你们 直接的讲 那你首先要认识到 这个是上帝所设计 美好的爱情会带来 但是这是上帝 留给有婚约的夫妻享受的 能不能够 没有婚约就想说 也能够 但是呢 那个只不过是 一时的欢愉而已 不是长期的身体结合 这个长期结合 你要再讲是极大的奥秘 那 然后有人就会问了 说那如果我已经有 我已经有了 我已经不是 童男不是处女呢 请记得悔改之后的圣洁 仍然像童真一样的宝贵 仍然像童真一样的宝贵 我给人婚姻辅导的时候 我会问这个 然后说你会 你确实有 那有 这个在这个时代 确实挺普遍 但是呢 愿你真实的悔改 悔改之后 你的另一方对待你 就像童真一样的宝贵 我下面一点就是说 如果你现在 不百分之百确认 他是你的另一半 你会进入婚姻 那么你有了 性关系 开始不讲吗 跟苍继联合 都是两个连在一块 那你就必然会撕裂 现实就是分手会很痛苦 除非你 根本不把它放在心里 其实就是 你已经连在一块了 你只是牵个手啊 只是抱一抱 这没有连 你真粘在一块了 真的有了性关系 那分手 那必然带来 撕裂般的痛苦 有人说 如果男女 都是以对方为终身伴侣 已经海誓三盟了呢 甚至都是基督徒 非常确定的 可不可以这样呢 其实二十年前 我和我太太 也就面临这个问题 哎呀 那怎么解决呢 怎么解决 早结婚就是了嘛 所以我们就 很早就结婚了 在那个时候算是闪婚了 我们二月份认识 五月份 确定关系 然后 然后这个 老在一块 老在一块 这个干菜烈火 哎呀 这不 很不容易 后来到了 八九月份 挺确认的 挺确认的 然后那时候 有好 有有有 有好些 好些 这个教会叔叔阿姨 哥哥姐姐们 都帮着看着呀 那都决定好 那就赶紧求婚啊 九月份求婚 十一月份就结婚了 所以创世间二十章 那里有个意思啊 这样的话 你们还等什么呢 还等什么呢 讲到这个题目 也就真的结束了 接下来下面的 另外一个人好 让他不断的 获得乐趣 我只想在这里 也是非常感谢上帝 因为我们快二十年的婚姻生活 让我们学会彼此之间 怎么把身体献给对方 好像一种礼物一样 献给对方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 不断的获得乐趣 然后我们之间的关系 就像他刚才讲的很多次 虽然他讲说我们这个吵了架以后 不容易马上开始有性爱的 但是当问题处理完以后 性爱是达到一个英文里面叫consumation 中文其实它有时候翻译成 圆房或者叫做完满 就是完成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有一些伤痕会被医治 关系会恢复 然后也继续的在上帝的带领下 得到长时间的祝福 这个是非常感恩的一件事情 好那性爱是上帝赐给我们 在婚姻生活中里面 两个人都要同时说的语言 当两个人来说 同一种性爱的语言的时候 在我们的卧室里面 两个人就能够 二人成为一起能够联系起来 然后对婚姻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促进 是别的事情没有办法完成的 可能我们可以一起去旅行 或者一起去看个电影 但是性爱是非常奥秘的一件事情 好那既然是这样 我们今天已经提到要谈一下 爱的五种语言 那我们人还有没有其他的爱的语言呢 其实这一位作者叫做 Gary Catman 他是一个畅销书的作者 他本人其实也是一个牧师 对不起 我在这里就没有把那本书的封面给大家 但是大家只要一搜爱的五种语言 或者是The Five Love Language in English 你就可以找到这一本书是非常非常畅销的 我们在之前 其实很早以前就听说这本书 然后大概也听其他的教会的弟兄姊妹分享过这本书 但是可是好像感觉只是知道了哪五种语言 但是没有想到他之前是怎么引进这五种语言的 所以其实在这本书里面 他先讲到说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情绪的爱香 一个叫做Emotional Love Tank 就是我们的情绪被充满的时候 然后那个爱就好像要满意出来 这好像是一个水箱 如果干渴的时候 两个人就会出现很大的摩擦 就都觉得很不舒服 所以他引进这个概念的时候 就想到了这个问题 然后接下来他才说 但是怎么去充满这个水箱 就要用那一个人他能听得懂的一种语言去充满 所以他只是用语言这个概念 但是不是说这些东西都是靠说的 有很多是靠做的 所以我们知道说如果两个人说不同的语言 假设我说中文 然后一个美国人他说英文 我们彼此假设都听不懂的话 就没有办法明白对方的意思 也很难去做一些沟通 然后我们肯定在很多的时候都会产生很大的误解 甚至摩擦呢 两个人就没有办法在一起了 在圣经里面 在那个巴别塔建立的时候 上帝是用这种方法来辩乱人的语言 所以人与人之间 语言不通没有办法交流 所以就散布到世界的各方 这是在圣经里面的有这样的支持 那作者说的这五种语言 它其实是有一个前提 有一个很大的前提 不是说我们直接去用这五种语言就好了 这个前提是对于爱的 真爱的一种定义 它定义说一种结合了理智和情绪的爱 是一种真爱 而且这种爱包含了是有意志的行动 不是那种 就是说干柴烈火 天然的荷尔蒙的吸引力 男女之间 或者英文就叫有没有chemistry 如果有chemistry 两个人就在一起黏得不行 然后可能什么事情 可能很快的变得很亲密 但是完事之后 有可能很快的分开 就像这种一夜情一样 所以这种真爱呢 是一定要有意志去完成的 而且在这种过程中 双方都需要很成熟 要有一定的成熟度 什么叫一个成熟的人呢 就是不是所有的事情 都围着自己的需要去赚 而是要考虑到对方的需要 所以当一个人 他坠入爱河 有一些这个荷尔蒙的吸引 还有一些这个chemistry的时候 不见得这两个人 将来就能够很好的相爱 所以作者他就说 必须要做到以下的五点 我想他这是一个畅销书的作者 虽然他本人是个基督徒牧师 但是他并不是说 完完全全从圣经的 完完全全从圣经来解释这些理论 当然我相信他背后的理论 还是蛮扎实的 但是他之所以成为畅销书 在现在这个非常世俗的社会 能够卖到那么多本 其实就是他并没有很深刻的 解经的那个基础在里面 但是这让我想到 其实我们随时随地 可以从圣经里面找到这些基础 比如说在格林多前书里面 谈到爱是什么 大家可能都会唱那首歌 叫做爱是恒久忍耐 爱是又有恩慈 有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这些事情 其实这些全部都包含在一起 就是作者所定义的一种 用意志行为 克制成熟 理智 饱满的情绪去经营的一种爱 好的 那我们下面直接能够过渡到 可能这图大家都看得很清楚吧 那身体的接触你看这个 这个是画了两个手哈 但这里并不是在讲性爱 只是讲着平常的这个 搂搂抱抱啊 kiss啊这些身体的接触 精心的时刻哈 两个人能够单独坐下来 然后礼物啊 护送礼物 接受礼物 肯定的言语服务的行动 我看有多少时间呢 我们把每一个都稍微过一遍哈 好第一个叫做肯定的言词 英文叫做words of affirmation 作者引用说有一位心理学家说过 人类最深处的需要就是感觉被人欣赏 我想不管你的爱的语言 是不是主要是这一种 我想每个人都愿意被人欣赏 而不愿意被人唾弃 也不愿意被人责骂和侮辱 对不对 所以这个其实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在夫妻之间通常都是需要有肯定的言词 但是他为什么把这个单独的提出来呢 可能是因为有一些人呢是特别需要 我就说我自己其实就是这样的人 可能是本来自信心不太足 那如果我的先生常常说这样的话 说你这个菜做得不错啊 我们这刚结婚的时候 其实我的菜做得很不好吃 他就一口咬定说我的菜做得好吃 其实呢后来我发现或许是他在想 反正他自己也不会做菜 就努力把我培养成一个一级厨师 后来果然被他夸夸夸 这个菜就做得越来越好了 所以这样的人呢 他他是很需要肯定的言语 当一种否定的言语 负面的言语 被被抛给这样的人的时候 他就觉得哇很受伤 觉得整个人的价值没有被体现 没有被鼓励 所以在圣经里面有一句很有名的话 就是在箴言的18章21节 也说生死都是在舍头底下 The tongue has the power of life and death 所以这个我想也不用多讲 因为我们正常人我们都是不喜欢听那种负面的言语 你想想看如果你的目的是要让你的太太或者先生做出一定的改变 那你是不是鼓励他更好呢 我有一个有个很简单的例子 这当然是一个母亲与女儿之间的例子 也可以用在夫妻之间了 就说有一个女儿呢 她有时候会端东西呢就撒 可能就teenager吧 十几岁或更小 所以呢她说哎呀我妈每次跟我说的话 让我不管是端东西撒了还是没撒都觉得很自暴自弃 为什么呢 因为她说我要是端东西撒了 然后我妈就会说你看我说了吧 说多少遍了吧 你今天又撒了吧 你就是改不过来 你总是撒 你怎么手脚这么笨呢 就会哇一堆的这个负面的话抛给她 然后如果她端这碗汤今天没撒呢 她妈就会用嘲讽的口气说 哎呦闺女啊 你今天端了这碗汤居然没撒呀 你看我们很多人会落在这个陷阱里觉得 哎呀我这个说话好像口齿 这个灵巧哈 然后这个很有杀伤力也很有很有这个幽默感 其实不是被说的那一方会觉得很很很受伤你知道吗 意思说我不管怎么做都达不到你的要求 那我我为什么要往你的你的期望值去去改变呢 所以一个没有肯定言辞的配偶的话 对对方来说的话是很大的杀伤力 因为对方就会觉得说我反正怎么样也没用 好 精心的时刻哈 精心的时刻不是说我们两个要打扮得很精心 一定要有这个烛光晚餐哈 然后弄得很就是很很心诗弄重的这种好像觉得啊 一定要怎么怎么样哈 精心的时刻其实就是要得到对方全部的注意力 你们俩可以是在散步可以是在听音乐甚至可以是在厨房里 如果是你们俩一起做一道菜 那也有可能是一个精心的时刻 只要是把对注意力给对方 我们现在实在很多用手机呢 就把手机放下 把电话放下 把该做的事情放下 把孩子交给人 托管哈 交给这个朋友或者是亲人管的 双方把心和这个注意力全部都给对方 这个就是quality time 有很多人很很需要这个哈 啊 第三个就是礼物 其实这个礼物很多人觉得在我们的中华文化传统里面觉得 哎呦 这个管人要礼物啊 这个好像哎呀 很不好啊 看起来这个不像是一个大家挥秀的样子哈 果然要礼物简直感觉是给人一个很负面的印象 但是其实礼物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礼物有一个视觉的象征 你拿到这个东西的时候 不管是价钱多少 所谓理清情义重 就会像我的女儿就很喜欢 不是要给她买很贵的礼物 隔段时间给她买一个很小的 或不怎么花钱的礼物 她就会很开心 服务的行动意思就是说 不是说做我想做的事情哈 而是按照对方的需求 假设对方很希望你啊很忙 早上在那边做事情上班的时候 给你给他端一杯咖啡过去 或者他今天很累了 他把衣服脱到这个床上 或者是扔到什么地方 你帮他收剪起来 你给他一些服务的行动 让他能够觉得哎 你真的是很关爱我 好 那身体的接触我们就不用多说了哈 我想最后总结一下就是当我们在讲这个爱语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有会简单的去啊去怪对方去去有些抱怨说啊 你看我有这些爱的语言 他都不知道他都没有来告诉 用我的爱的语言来服务我 所以两方之间就会这样 但是这个作者让我想到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就是 虽然我们两方都可能在过去没有学到这些的时候觉得 对方没有按照我的语言来跟我讲话来表示爱 但是若是对方用错了语言的时候 至少我们可以知道他是有有在表达爱 至少我们知道他心里是真实爱我的 假设我的最主要的爱的语言是肯定的言语 那我先生可能有时候并不是给我很多 但是他做很多的事情 替我做家务啊 我生病的时候照顾啊 这些我至少能想到 虽然他的语言没有用得很到位 但是我知道他是在爱我 当然更好的就是大家能够学习这个 然后两个人一起来测试自己的主要的爱的语言是什么 第二的是什么 第三第四 因为很多人爱的语言是这五种的一个结合 但是很多人会有那么一两个比较主要的 这样能够爱对方爱到点子上 好的我想这个关于爱的语言就分享这么多